除河日当午 汉滴河下土 阿彪太幸福 我工作很辛苦 朋友们大家好 南京百姓二手房车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 身后的这台大通的T90的一台 市区的越野皮卡房车 我们整个车身的长度 5米9 车高2米98 车宽2米2 我们先看一下整个车身的外观 这个位置是我们的户外厨房 上方有一个大树的遮阳棚 平时我们不在车里做饭的时候 户外做饭 这个位置 打开窗门 拉出来 爆炒 这个油烟就 没关系 不像在车内 并且这是一台燃油灶 柴油灶 柴油的 这个直接是连到我们的油箱里边的 直接连到油箱里边的 不像是那种 烧煤气罐 你出去加气啊这些还不是很方便 所以燃油罩来现在用的还是比较多的 那这边呢是我们的散热孔 这个位置是220伏的一个试电的一个接口 超大的贯通式的储物箱啊 这里边出去长驱旅行啊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衣服裤子啊 我们的行李 包括我们的一些户外用品都可以放到这里 来我们到车身的尾部来看一下啊 这边是备胎的位置 这边装了一个爬梯啊 很多朋友讲啊 这个爬梯有什么作用呢 首先我们上面是带有太阳能板的 时间长了以后呢 太阳能板上面会积灰 积完灰以后我们是需要去手动把它清理掉的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爬梯上去打扫车顶的卫生 还有一方面来我们可以坐到车顶啊 去欣赏美丽的风景 来到这一边啊 这里同样是贯通式储物舱的另外一个门 加水口啊 清水箱的加水口 这是一台180升的清水箱 呃80升的灰水箱啊 这个位置是我们到马桶的黑水箱啊 抽拉式的柴油的加油口料束啊 加这里 这边是一个小的一个啊 放我们的工具的一个地方啊 一个小小的一个啊仓储的地方 好了我们进入车的内部去看一下 无钥匙进入啊 一键启动 这是一台新车啊 朋友们 这是一台还没有上牌的新车 2.0T的柴油啊 8AT的自动挡 操控性特别好 越野性特别好啊 皮卡房车的优势就是在这里啊 它去走一些崎岖的道路啊 车身的稳定性的话 比其他类别的房车呢 确实要好很多 来我们看一下啊 整个仪表盘 运动的多功能方向盘啊 带有定速巡航 换挡拨片 在这里啊 大屏的这种啊 很有科技感的 这样的一个啊 显示屏 下边 驾驶是很漂亮啊 整个是以这种黑色为主体的啊 一个驾驶舱 显得很稳重 很稳重 来我们进入到车的后部看一下啊 首先这边是有一个手动的踏板啊 迎宾踏板 走上车看看 进门的右上方这里配备了一个鞋柜啊 总共是有三层 我们两三个人出行啊 一连四季的鞋放到这个位置 可以没问题 这边是一个电视机 这里来就是我们的额头床了 这个额头床是可以伸展开的啊 我们把这个小花拿走啊 拉出来以后我们就秒变大床了啊 大家看到啊 这个垫子放到这里以后 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超大的一个双人床 或者你睡三个人都能睡得下啊 同样的额头床上边呢是配有两边都配有这样的一个户 户外的小推窗 有影视帘防纹帘 上方有阅读灯 有五孔插座 USB 这样的话呢 在上铺啊 我们充电也是很方便的 而我们看我们的左手边啊 这台车的配置啊 空调 洗衣机啊 微波炉这些都有的 这一边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储物柜啊 储物的空间还是可以的 我们看一看啊 品质 这些像门胶啊 这些东西啊 都是用了很好的材质 下边呢 就是一个户外的大推窗 这个推窗同样也是带有防纹帘 和影视帘的 坐在这里 我们看看风景啊 欣赏一下窗外的风景 这台车呢 是一个四座的布局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一步可以进入到驾驶舱 然后呢 四座的布局 这边其实它也是一个对卡座的设计 但是呢 座位数是四座的安全带 这只有两个 这一边呢 同样也可以坐人啊 同样也可以坐人 好 我们再往后面看啊 再往后面看 在我们的左手边 这边就是我们的操作区域了 这个操作台 它是可以伸展开的啊 在这里做饭 增加了我们的使用啊 使用的空间 带盖的房车专用洗手盆 也在这里 冷水热水可以调节 同样在这里就有一个外推窗 因为我们有时候在这里做饭的话呢 也要保证一个通风啊 一个换气 饮食联防蚊联都有 退退的都有 上方是我们在旅行过程当中啊 我一直认为还是很管用的一个微波炉啊 格莱斯的微波炉 同样的旁边可以放一些小的东西作为储物 后方呢是一个我们房车专用的弗雷斯特的啊 一个一百零八升的冷冻加冷藏的一个大冰箱啊 上边有储儒柜 这边是我们的洗手间 等一下我们再看 那最后呢就是我们的休息区 哎呀呀呀呀 休息区啊 这里来说实话一个人睡没有问题啊 七十公分七十公分的宽度 我们睡一个人没有问题 同样的两边啊是带有这样的一个户外推窗的啊 保证通风换气 那床的上方呢就是一排吊柜啊 作为我们的一个生活区的一个储物空间 也可以放很多我们的衣服啊 这些大东西 同样的啊 这个大推窗很大了啊 带有防蚊帘隐私帘的一个推窗 那我们打开洗手间的门 看一看啊 一体式的啊 吸塑的这样的一个洗手间 啊很漂亮啊 旋转马桶 外推窗 啊上方也有一个双向的换气扇 加上我们的淋浴花洒啊 毛巾杆这些东西啊 空间还是可以的啊 空间很很不错啊 进门的上方呢 就是我们这台车的一个四路监控的啊 一个控制面板 这边是我们逆变器的开关 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整车的一个操控系统 一个灯光啊 水泵啊 冰箱的开关 就在这里操作其实是很简单的啊 很简单的 整车配有四百安时的锂电 四百的太阳能 三千瓦的逆变器 一百八十升的清水箱 加八十升的灰水箱啊 这一台市区的啊 越野皮卡房车 大家喜欢吗 欢迎在我的评论区里边 给我留言 点赞 加关注 好了 再见